今天是第十个国际爱耳日 也是第二十三个全国爱耳日 那今年的主题呀是 关爱听力健康 聆听精彩未来 宣传科学用耳 防范听力残疾 来关爱我们的耳朵 观众朋友们 大家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呢 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 肯定都有过 长时间佩戴耳机的习惯 那今天呢是国际爱耳日 小明白要提醒大家了 这种长时间佩戴耳机的习惯 是非常错误的坏习惯 因为我们的耳朵 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坚强 我们长时间佩戴耳机 会损伤我们的听力 严重的还会导致噪音性耳聋 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哈 今天小明白将给大家三招 帮助大家保护听力 合理的佩戴耳机 大家只要记住三个六十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耳机的音量 要少于六十分贝 第二个就是耳机的音量 要少于最大音量的百分之六十 第三个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 不要超过六十分钟 三个六十您记住了吗 爱护我们的耳朵 这三个六十让我记住了 您记住了吗 说到关爱听力健康呢 其实应该从娃娃抓起 儿童期呢是听觉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 做好新生儿的听力筛查 培养良好的用耳习惯 能够有效地保护孩子的听力 让孩子健康地成长 三月三日是全国爱耳日 你能想象到一个无声的世界是多么无奈吗 孩子出生四十八小时 只出院前 父母要主动配合 医务人员完成新生儿听力初筛 未通过者及漏筛者 于四十二天内 均应当进行双耳复筛 仍未通过者 应在出生三个月零内 转诊至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指定的听力障碍诊治机构 接受进一步诊断 如果能在新生儿期或婴儿早期 及时发现听力障碍的儿童 可使用助听器等人工方式 帮助孩子语言发育 不受或少受损害 日常生活中 做好六件事 预防听力受损 一 孕期妇女要避免聚细胞病毒 风诊病毒等引起的宫内感染 二 注意孩子耳部卫生 不要随意给孩子掏挖耳朵 三 新生儿游泳时 避免耳道进水 四 防止异物进入孩子耳朵 五 防止噪声污染 尽可能让孩子远离喧嚣闹的环境 六 要安全用药 避免给孩子使用清大霉素 红霉素 炼霉素等药物 以免损伤听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